这个以后咱们争得朋友同意 争得我这朋友同意 咱们给它砸了啊 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 仓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两类气型的东西 这两类气型的东西啊 都是防品 现代的防品 然后呢 这个是今天下午 朋友来家里做客 拿给我看的 这个是前有一个月之前 我们本事 老家本事的一个朋友买的 这两件东西啊 都非常有代表性 我拿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对碗 这对碗呀 底款呢 是玩玉款 这是一对 大家注意啊 这个画片叫鱼桥耕毒 这对碗 有碗的气型 有酒杯的气型 还有类似茶壶的气型 小盘子气型 碟子的气型 等等吧 这类的画片很多 几乎都是鱼桥耕毒 底盘写个玩玉盘 但是这件东西是防品 下面我从两点 给大家断定一下 这个为什么是防品 首先 拿这件东西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的画工 因为我打的灯光比较亮 有点反光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青花不吃胎 跟福在上面一样 然后我们看人物的画工 鱼桥耕毒的画工 画的是人不人鬼不鬼 这个老瓷器上的画工 工匠不会出现那种低级的错误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都是混着小孩的 然后我们看底盘 这个底盘啊 是玩玉盘 这个玩玉盘啊 有康熙时期的 起源于康熙时期 然后呢 在各个朝代都有勺制 在光绪时期呢 叫小坑 也经常出现玩玉盘 有玉盘 有单独这一个玉字 大家看一下这个底足啊 这个瓷器的底足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大家看这个底足 做的也很规矩 跟这种老瓷器的底足 没有那种坚硬的感觉 只是比较光滑而已 我这样给大家放大了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个大雁画的 大家看啊 没有一点神韵 这山石画的 都是平凸 现代化学颜料 这件东西呢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下一件东西 下一件东西 跟它还有不一样的特点 我们看这件东西啊 这件东西的杀伤力度 要比刚才这堆碗杀伤力度大了很多 这件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舟罐 这个器型叫舟罐 两边呢 有两个耳朵 它这个舟罐啊 还比较有特点 是双面人物的 大家看到吗 双面人物 这个人物叫什么人物呢 叫三星人物 这种三星人物的图案 在晚清时期出现的也比较频繁 也比较常见 然后我们看 这件瓷器 何为防瓶 大家看啊 外边可以很多小白都是看不出来的 大家不要说闪着什么贼光 这铺出现什么贼光 这我的打的灯光啊 我们看内部 这个瓷器的内部 口颜部分 我给大家放大 大家看这个了吗 上边这个一圈的脏东西 都是人为作就做上去的 人为作就做上去的 甚至 我这个手 如果总搁这个地方擦的话 我这个手就是这个颜色 非常的浮躁啊 非常的浮躁 这是一圈做的劲 然后看它的口部 这是如出一折的东西 如出一折的东西 大家看 也给大家放大一下 口颜部分 有一种特别跟小沙粒的似的感觉 这种东西 这都是粘上去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啊 还有几个磕碰 大家注意啊 不是说有磕碰就是老瓷器 这个瓷器的新老根磕碰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看这件瓷器的底足 跟刚才这件瓷器的底足做对比 大家看 这件瓷器的底足 如果我把这个地方都盖上 大家看这个地方的话 好多人认为这件瓷器的底足就会是老的 因为好多民国瓷器的底足就跟它很相似 但是我给大家放大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非常康 看见没有 非常康 我说的康的意思就是不瓷子 看见没有 它故意做出这种 有一种磨砂的棱角式的感觉 这也有所有的脸 很多藏友问了 说这个瓷器老瓷器不就有所有的脸吗 新瓷器有吗 新的瓷器也有所有的脸 这个瓷器的新老根 它所有的脸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底足摸上去比较拉手坚硬的感觉 跟刚才这件瓷器皮 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底都是防瓷 都是防瓷 然后我们再看这件瓷器的化工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碗 这个青花跟贴上去一样 不吃胎 那么我们看这件瓷器 这上面的光线比较暗 看了吗 这件瓷器你看上去 这青花就是吃胎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 也是一件防瓷呢 下面从化工 给大家区别一下 我给大家放大了看 大家看这件瓷器的化工 然后我们看它的用料 这种用料跟它的画法 大家看这个件瓷器的化工 跟这个青花用料 大家注意啊 只有新瓷器会画的这么潦草 老瓷器不会画的这么潦草 看到了吗 这都有顿比 这是涂上去一样 放大了看 跟涂上去一样 这种青花料的颜色 里边它的杂质 就是现代的化学颜料 看这个人物 包括它这个地方 画的这个地方 这都是平涂刷上去一样 没有一点神韵 没有一点神韵 这是它的下半部分 这是故意做的 磕碰所有的地方 如出一辙 但是这件瓷器的化工 要比这 这对碗的化工要好 这件瓷器 跟这对碗 在 碗市场当中 有很多人打眼 大家记住啊 就这两件瓷器 有很多人打眼 尤其像这个 这个 我就曾经见过 很多人都买这种碗 以后如果我有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件瓷器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藏友们 想学习 想看食物 上手看一看食物的 可以跟我联系啊 这都是免费 给大家看食物的 比你自己 看理论知识 看图片 要强百倍 而且你自己 上手看一看的话 体验体验 会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藏友们的欣赏支持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